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今天吃什么 那就要给别人决定吧 今天我要给外卖小哥一百块钱 让他随便帮我买时的 看看会收到什么样的惊喜 有人觉得 我好害怕他给我买一百块钱的买 好 打他打电话来了 喂 你好 你好 你这边是随便买什么 是一百块钱左右吗 对 这是一百块钱的 请 请就能吃了 喂 哎 呃 你随便买吧 你开心就好 好 好 好的 谢谢 嗯 你演鼠味 你是明星吗 不是 就是一个网红破气的那种 哈哈哈哈 让他看一下给明星买的东西好不好 买了 总共是两份 一共是一百零四块六毛 这个是一个包菜炒粉丝 哎 这个我喜欢 这个蒜味很重 里面还放了蒜苗 哎 这个不亏 这个真的是好吃的 这个粉丝 生得我心 这个是香辣美 味道 闻起来味道都特别重 这个美娃好嫩啊 这个腿的肉巨嫩无比 它里面还配了丝瓜 浸满了汤汁的味道 外面是麻辣 里面是丝瓜的香甜 它不是辣 但是好嘛 越吃越嘛 我现在感觉嘴巴打了水光针 这个美娃肉少辣椒肉 但是味道还不错 如果给你一百块 你会帮我点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